一年一度的布城园艺花卉节 从今天开始 一连九天在布城第四区湖畔举行 国家元首端瓜都哈林 今早也特地前往布城 为花卉节主持开幕 在获得端瓜都哈林的预准之下 布城园艺花卉节也从今年开始 正式改为布城皇家花卉节 而这也意味着 接下来每一年的布城花卉节 都会有国家元首出席开幕 国家元首端瓜都哈林抗例 今早为皇家布城花卉节主持开幕后 到各个花艺展馆和主题公园进行参观 布城发展机构主席 丹瑞·阿西泽莫表示 布城园艺花卉节正式命名为 布城皇家花卉节后 将提高布城花卉节 在国际花卉节的地位 主题为 巨大量洪遮 lugares 故随度赶级发展机会